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拔丝地瓜 之前拔丝君讲过一个超级热血的运动废柴,俊思桑 从小跳步到网球,每次运动的姿势都是既辛酸又高效 虽然运动细胞为零,但凭借着热血和毅力 最终居然成功完成了多项挑战 他练习时,认真又笨拙的样子也打动了许多人 成为了从节目里出来的网络红人 而让他一炮而红的节目便是日本国名级大爆综艺 月曜也未央 开播十年以来,周一深夜播出的月曜一直热度在线 各种有趣的街头采访也意外挖掘出不少奇葩素人 被观众称为最会整活的综艺 今天,拔丝君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节目中 让人印象深刻的奇闻意识 首先上场的,就是能把胸罩都吹得嘎嘎响的 变态级吹奏家,多久润一郎 据他自己所说,有一次在吹奏自己喜欢的游戏音乐时 因为和游戏声音太像了 被妈妈以为是在玩游戏而遭到臭骂 这也让他意识到了自己在长笛上的天赋 决定要一直学习长笛 在东京艺术大学深造期间 多久润一郎就首演了许多日本和国外作曲家的新作品 随着名气扩大 还参与录制过许多电视和广告 很多动漫、电影和游戏里都有他吹奏长笛的声音 更令多久润一郎骄傲的是 他曾在日本天皇的即位典礼上演奏过 超强口技得到了天皇的认可 不过让他被乐要盯上 却不是因为擅长的长笛演奏 在2021年特殊时期 人人都只能待在家里 先不下的多久润一郎突发奇想 在SNS上发布视频 竹轮笛的演奏方法在网络上奏轰 应来网友疯传 这个竹轮是日本的一种传统美食 空心圆柱状主要食材是鱼肉 而多久润一郎竟能把这么软的食物吹出音调 让网友们惊呼神奇 将他封为变态级吹奏家 在他上传的影片中 多久润一郎更夸口说 任何物件只要有陷下去的造型 他都能吹出声音 这下网友纷纷坐不住了 想越要投稿 想要看看这个大师究竟是真有本事 还是搞噱头 一来到节目 多久润一郎就非常自信的介绍 自己的演奏能力 就是网友所说的变态机 而节目组也是相当的给面子 上来就给了一个空隙很小的空心菜 如果不是节目组提供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 尝试用空心菜演奏吧 没想到多久润一郎看了一眼 表示难度不大 和之前的竹轮差不多 然后就直接开始吹奏 眼见难不到多久润一郎 节目组加大难度 直接来了个睡龙头 多久润一郎 这时候露出了一点为难的神情 但是为了人设不倒 多久润一郎琢磨一会儿后 就找到了技巧 多久润一郎 甚至还能通过调整水龙头的开关 来变换音调 让主持人感慨 确实厉害 后面节目组提供的勺子和其他物品 更可以说是小菜一碟 吹出的语调也和他的心情一样 特别轻松愉快 直到一个重量级乐器 凶罩出现时 多久润一郎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哭笑不得的神情 节目组到底是怎么想到这么离谱的乐器啊 甚至还提供了两个大小供他挑选 多久润一郎思考再三 选择了小一点的凶罩开始尝试 不过这次就不像水龙头一样顺利了 毕竟内衣没有空隙 很难吹出音调 多久润一郎尝试几次失败后 脸上有些尴尬 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行为 但是变态及演奏家不愧是变态 在坚持不懈的尝试下 多久润一郎在内衣上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突破口 终于吹出了音调 虽然成功吹奏让他很有成就感 但是多久润一郎更为自己将来的名声担忧 问节目组啊 视频播出后自己的称号 不会要从成功吹奏竹伦的男人 变成成功吹奏凶兆的男人了吧 果然 这期视频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多久润一郎的名字也被更多人知道 让他比较欣慰的是 在众多因为他吹响胸罩 而哈哈大笑的观众中 还是有评价比较暖心的 从头到尾都是笑着看的 非常感谢这次珍贵的对话 长笛的特殊演奏法 也是一种能给人带来简单快乐的方法 不过厉害的多久先生 自己也一定希望给人们一直传达和带来快乐 除了这位变态级演奏家 让巴斯君印象深刻的 还有一位被称为大阪南波爱迪生的老爷爷 牧原剑四 现年85岁的他因为喜欢动脑子 40年里创造了500多件发明 简直是超高产 那他都有哪些发明呢 一般的剑狱玩具 都是靠手和技巧来完成的 但是牧原爷爷想 这样可玩性有点低 而且只能锻炼到手 为了加大难度 于是发明了这个剑狱式头还头盔 不仅可以用手像平常那样玩 还能套到头上来活动紧追 只是 看着牧原爷爷这架势 还是让主持人有些怀疑 是不是会伤脖子 但是牧原爷爷表示 并没有 自己玩这个还能玩一天呢 而为了不用伸头 就可以吃到饭勺里的食物 牧原爷爷又发明了一个折叠装置 叉子叉住食物后收完一收 食物就落到了嘴边 真的是 太方便了 而让牧原爷爷六次登月 要叶为央病火爆全网的 还得是接下来这个最重磅的发明 因为想马上喝到热乎乎的茶水 但泡茶实在是太麻烦了 牧原爷爷从2012年至今 历经十多年 就为发明一款 可以不用茶壶 就能直接轻松喝茶的直饮茶区 第一代初始形态中 他将茶叶放进过滤网里 过滤网放嘴里 然后直接拿水壶往嘴里倒水 效果嘛 哇 被烫死 就连主持人都惊呼 在东京可看不到这个 三年之后 牧原爷爷再沾月药 这次他升级产品 在过滤网下放了个冷却管 带着他的铁嘴 在镜头前继续展示 结果 为了固定装置 牧原爷爷又夹了个帽子 结果还是烫烫烫 但他不信邪 屡战屡败 屡败屡败 想到要增加冷却时间 牧原爷爷采用超长软管 通过手动拉绳来喝水 然而水刚要到他嘴里的时候 想到手动控制不行 牧原爷爷从气球寻求灵感 然而刚倒完水 气球就带着过滤气跑了 多年后 本以为他已经放弃这项发明 谁知阵仗越来越大 用无人机成功吊起茶 但因为茶水太重 无人机飞不动了 茶就快要到嘴边 就是进不了口 最后一片凌乱 随后又推出指引茶遥控车 结果小车和塑料板亲切地飞向爷爷 让他当场躺平 不过 虽然牧原爷爷的发明很多无厘头 但在500件发明里 还真的有一件被做成了商品 那就是这个可以掐住鸡肉串的盘子 把棍一抽 鸡肉串就到盘里了 不需要用手或者筷子辅助 这款鹿串盘在日本的销量还相当不错 只是牧原爷爷对于饮茶器 还有很大的执念 搞笑的同时 也让人看到了他身上不言放弃的精神 阿斯君也非常期待牧原爷爷成功那一天 月药夜未央节目组除了各种让人眼前一亮的奇人 其街头采访环节也常常让观众爆笑 甚至其中有一场乌龙 还差点毁了一个家庭 这就得从一场不眠之街 逐之种大调查说起 当时一位接受采访的小姐姐称 初中二年级的实话 曾经有过小宝宝 2006年正值日本14岁小妈妈热播 于是网友们就称呼他为 真实版14岁小妈妈 女生吐槽 渣男在他生完小孩后 突然玩起了失踪 却没想到就在采访期间 一位穿着奔马外套的男子 骑着脚踏车经过这里 回头望了一眼制作祖 这时小姐姐也回头看到 一口咬定那个人 就是九年前 让他怀孕又抛弃他的渣男 节目一经播出 众人都十分惊叹这个巧合程度 九年来第一次遇到逃跑的男人 有这样的巧合吗 然而时隔几个月 这件事情却有了全新的进展 那个在节目里被指控为渣男的男子 突然打来电话速哭 原来当天晚上 男子注意到月药的节目组 来到自己家附近采访 回到家还特别兴奋地告诉老婆孩子 月药叶未央来我们主持种拍节目咯 大家一起看吧 结果全家人一起看到的 是轻霸秒变渣男的全过程 瞬间气氛变得诡异起来 小孩感到无底自容 居然有这么个人渣老爹 老婆感到无比愤怒 居然被渣男欺骗了这么多年 尽管男子努力解释 最终暴怒的妻子 还是带着孩子摔门而出 被逼无奈 男子只能主动联系节目组 希望为他证明清白 而吓傻的工作人员 也紧急联系小姐姐 才知道当时那位男性骑车 经过的一瞬间 看起来很像当年那个渣男 自己才随口一说 幸好最后男子总算洗清了冤屈 节目组也对观众和男子道了歉 这一期乌龙事件也告一段落 不过 月药还是有非常多有趣 而精彩的采访 看过的朋友 对哪些剧情印象深刻呢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好了 本期的拔丝地瓜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订阅 下次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内容哦